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就讲啊 你有本事就去修刑事诉讼 你们现在八个立委嘛 你们就强劲办法自己去提案 把刑事诉讼修成什么你知道 就是说呢 你只有起诉才能激压 你只有起诉才能激压 不能按照他的逻辑 我天哪 你今天有本事叫所有的台湾的检察官说 你今天只要激压在案 还没有被起诉的全部给我放掉 你敢这样做吗 你不敢 就永远只拿克文哲出来 然后一副就是好像司法这样 然后说不管我每一个场次 有到多少人 人少也好 人怎么样也好 你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理念散播出去 我就讲啊 你们现在不是没有权利 你们现在在立法委里面有八 立委里面有八个 你就去修刑事诉讼法 把你所有觉得检方现在侦办不OK 你全部给我修掉 你有本事你就干这个事 没有嘛 立法里面什么都没有提 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就出来一直叫 就说阿伯很可怜 我讲真的啊 那你其他那些人权你怎么不顾 你怎么不看 所以你看说要去退这个总预算案 什么叫做符合期待 我们过去最讨厌 就是司法委员会里面 就有些有案子的跑进去 然后就跟你讲说 我今天这个 我就叫改革司法 今天拿预算案 这个跟当时我们在讲 那个他们蓝白 不是也讲说我手上有预算 我可以怎么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用总预算去威胁司法的东西 我告诉你连傅昆琪都不敢干 好不好 你黄国昌都敢做这种事 蓝白不是一起联手把他退回去吗 不是 以前啊 以前 现在就胆子肥了嘛 以前他不是声音很大 就是说袁清彪啊 还有傅昆琪啊 这些有案在算人 通通不能进司法委员会 就是这个底线嘛 就是社会的底线啊 现在你黄国昌既然就联合这些人 联合蓝白就开始去抵 抵制总预算 就为了一个司法的官司 你这样合理吗 我现在没有底线 现在只有下线 真的是够不了 下线人在哪里也不知道 现在只跟下线 因为下线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不断的修下线 这太离谱了好不好 就没有底线嘛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你今天好啊 你今天有什么东西 你就提案 你就提案 你今天觉得柯文哲被激 你们想法就是压人取购 没有证据 然后就是一直积压他 那你今天就去修掉那个法 就把刑事部动法里面 把积压的权限给我拿掉 你说我今天所有人通通都 都这个只要检察官有本事 你就直接起诉他 你就不要前面有什么侦办作为 不要有什么积压的动作 你把它修掉吗 中党现在一堆人在放这个消息 不是一直在讲说 阿伯就是要兼职跟司法对他 对那就让阿伯就是做那个政治犯罪 所以他们就是不想让阿伯出来了 其实民众党心里面 每个人都打个鬼主意 阿伯不出来对他们最好 那我问你 你真心认为 柯文哲在里面对民众党好 还是柯文哲出来对民众党好 当然在里面对民众党比较好 不是因为你在里面 其实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完蛋了 不管是有没有成效收费 他已经涂里了